因為它在這個營養成分上 已經是都非常好的 不要搶啦 大家一人一格 一人一格 好 這個 大家聽到這個 聲音就很開心了 這個 其實當然它有一些很好的 好香喔 一些優點 哇 看起來真的好吃 吼吼吼吼 大家好 歡迎收看熊爸Google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有關吃 因為一直以來 毛爸毛媽都非常關心 在意自己狗狗吃的問題 現在這個市面上 這些有關狗食的選擇 真的非常多 有什麼 有罐頭啊 有飼料啦 有這個餐包 鮮食包啦 還有生食 那甚至呢 常卡到一些因素 比如說狗狗有挑食的啦 你們這裡有挑食的嗎 你嗎 是嗎 挑食 不愛喝水的啊 不愛喝水的 或是身體健康有問題的 比如說年紀大的啊 嘴巴不好的啊 這邊呢 在場 咦 剛剛不是五隻嗎 哦 五隻你躲在旁邊 好 他們叫做 今天呢 我們就來跟大家來分享 這些食物的挑選 它的優缺點有哪些 市面上呢 大概分為乾糧跟濕糧 乾糧 乾飼料跟濕飼料 就是乾的跟鮮食餐包啦 那當然呢 他們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這個 淡水量啦 尤其他們的一些的製作過程也不同 那我們先從 乾飼料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好 我知道 你想吃 哦 這個 乾飼料 很多狗狗聽到這個聲音就開始流口水 流水爛啦 我跟你說 這個乾飼料呢 其實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 它的其實保存呢 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呢 說容易 也不一定容易 為什麼呢 現在台灣天氣真的很潮濕啊 濕熱 所以其實像這種飼料呢 如果沒有保存好 當然會發霉 你就會建議像這種乾飼料 拆封之後 打開之後呢 必須要 找個這種所謂的 密封的箱子 盒子來做保存 在這種自然條件下 就可以放得比較久啦 不然一般食物可能兩三天 就會壞掉 所以相對的呢 其實它的保存上 當然是比較容易一些的 那另外呢 它的攜帶是比較方便的 尤其我們現在要帶狗狗出遊 出去玩 或者是 零食我帶牠去下午去公園散步 那我好好用個袋子裝的這個飼料 也比較不怕它很快就會變質 或壞掉 另外呢 其實呢 像我們很多上班族很忙碌 比如說狗狗牠一天可能要吃三餐四餐的 那有這種所謂的 自動餵食的機器 那當然用飼料就相對簡單 時間一到 飼料就掉下來 它是比較方便在狗狗的餵食的 那另外呢 它的營養是比較均衡的 因為這個呢 它的營養成分都已經調配好 大家就不用擔心說 我還要再準備什麼 特別補充什麼營養 因為呢 它在這個營養成分上呢 已經是都非常好的 不要搶了 大家一人一個 一人一個 好 最後呢 像我現在這樣子 好 我們在做狗狗的訓練的時候呢 我也可以把它當作是訓練的零食 因為不希望它狗狗亂吃 尤其呢 這個飼料聽到沒有 喊喊喊 再一次 來聽一下 叫你喊喊喊 就用吞的 因為飼料呢 它是可以稍微讓它們咬一咬 那也有一些小小的磨牙的功能 然後在訓練上呢 也會比較簡單 來 OK 好棒啊 這些呢 就是 乾飼料上比較好的優點 那當然呢 因為這個是乾飼料 我們剛剛講 它是有這個磨牙的功能 但是 乖乖乖 雖然我們這邊有幾隻 其實你看這個眼睛都已經 年紀有點大了 我們這個都已經10歲 不過牙齒還蠻好使的 但碰到真的有一些老狗 這個牙齒已經不好使用了 那當然吃乾飼料相對就比較困難 那尤其因為它是乾的 所以它的水分是很少 因為它是烘乾的 就另外呢 要讓狗狗去攝取 補充它需要的水分 如果真的啦 這個狗狗因為 真的有些狗狗不愛喝水的 那相對的 我們可能就要選擇 濕的餐包啦 濕飼料類的東西 那現在呢 我就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所謂的濕飼料 就是餐包 鮮食包 這包裝看起來都很漂亮 這個 大家聽到這個 聲音就很開心了 這個濕飼料呢 其實當然呢 它有一些很好的 好香喔 一些優點 哇 看起來真的好吃耶 肉塊 這個呢 剛剛有講過 第一個呢 像這個狗狗呢 如果說 牙齒比較不好的呢 吃這個呢 相對牠比較好咬 好吞嚥 那另外呢 這個水分的含量就比較高 因為有些狗狗這個 喝水量真的不夠的 希望牠能夠多 攝取一些水分的 那也許這樣的餐包呢 它的水分相對一定是 比乾飼料多一些 很激動 然後第三個就是 真的很香啦 你看 如果你家狗狗 比較有挑食的問題的 這個 就非常香 好吃 而且呢 它的變化是比較多的 其實我們都有在推 就是希望大家 自己可以煮啊 這個鮮食 所以像這一類的 這種餐包呢 說真的 它還是滿省時間 滿省金錢 滿省成本的 所以它是比較容易的 那當然最後呢 像這個你看 它就一包一包的啦 所以量是固定的 我們就比較清楚知道 我這一餐呢 幫牠準備的到底是多少 因為有時候主人可能在 挖這種鮮食的時候 還要去量它多重啦 或者是要知道 裡面的這個營養上 到底是均不均衡的 因為常常自己煮 主人常說 熊爸我要自己煮啊 那我要放肉飯 還是要放什麼 這個比例上 到底怎麼調配 所以像這樣呢 它就是比較清楚的 人家就幫你弄好好的 它的營養 它的量 相對呢 對主人來說就是 方便很多 因為像過去啊 其實我們 我們家自己的都有煮 有關這樣的鮮食 給我們家熊山吃 但是呢 這個常常就煮一鍋 這個量也不確定 那甚至呢 它其實跑成 雖然冰冰箱啦 但是 因為我們一次都可能煮了 三五天的份 因為再冰下去 其實也可能會壞掉 不過像當然這種鮮食包呢 它相對的保存時間 稍微再更久一些 另外呢 主要是 還是跟營養有關係 還是有一些微量的元素 我們很難做出來 比如說我們有給它吃肉 但是那鈣呢 鈣從哪裡來呢 或者某一些特殊的營養呢 比如說像這樣 老狗啦 它可能需要添加一些 葡萄糖胺啊 這種所謂的軟骨素啊 讓它這個骨頭 比較擁嚇一下 所以呢 可能還是要可以去做一些挑選 那甚至 有一些有過敏的問題 我們在場的看起來 媽媽都養得很好 有些狗狗皮膚不太好 可能它不能吃什麼肉啦 還是對於骨類呢 會過敏的 所以呢 它也都是一些有挑選 所以呢 像我們現場這幾隻 因為我知道呢 這最年輕的四歲啦 其他的大概都十歲以上 那像這樣呢 我們在挑選上呢 可能就要非常注意 它的這個 標示的內容物 比如說要 像我這個有高齡犬的 低卡 哇 像也屬於高齡犬 這一類的 要選擇低卡 熱量不能太高的 那甚至呢 就要避開一些 它們可能會過敏的因素 這樣的話就不用太擔心 那這個呢 也有標示它的熱量的多少 跟它的重量 所以像這樣 我們當然在使用上呢 就可以更清楚 到底呢 給我們家狗狗吃了 什麼樣的東西啊 所以 最後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挑選 到底是乾飼料好 還是這樣餐包好 為什麼都很好 其實我們 都可以中和的使用嘛 我今天上班 我今天這一餐沒有辦法 準時的 準確的餵到狗狗 那可能我就用這種 乾飼料 我可以有這種 自動給食物的機器 那我今天呢 有空 還是我要帶出去玩 我也可以帶 攜帶方便的 這樣子的餐包 讓你做這樣子的搭配 當然 我會建議啦 乾的呢 跟濕的 我們分開吃啦 比如說早餐呢 我們就吃乾飼料 晚餐 你可以把它倒鮮實包 可是有些狀況呢 有些瘦醫師也會建議 那要混起來吃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 牙齒嘴 口腔環境不好的呢 它 吞嚴困難了 也許呢 把它和在一起 它會比較好 好咀嚼 比較好吞 所以其實呢 我們都可以做 比較彈性的搭配 但是呢 就是要確定啦 吃的量 是該吃多少 不要 哇 今天吃了這個鮮實包 喔 它看起來還想再吃 就給它吃兩包三包 然後它下一餐 當然就吃不下 乾飼料就不吃了 所以每一餐呢 這個量呢 依照狗狗的健康的需求呢 我們來做所謂的調整 調配 當然這樣 狗狗呢 吃得安心 主人 就更放心啦 所以呢 我們大家就可以吃得很開心啦 對不對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熊爸哭狗 下次再見 吃 大餐了 開吃 耶嘿嘿 哇 好吃好吃 你看他們超乖 都不會吵架 你看看 哇 這超好吃 麵... 在我面前去 試一下 試一下 嗚... 來 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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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